今天穿著是為了搭配卡其陸戰風格的設計 平常就是舒服的T恤 以舒服為主 有一陣子很喜歡花襯衫 但我覺得前一陣子電影的印象太鮮明了 所以最近又回到白T恤 那你再配戴表的時候 會跟整個服裝飾 其實多少會有一點 可是我服裝平常出門還是以舒服為主 那今天主要是想讓喜歡戶外的朋友 也可以知道迷彩風其實跟這支手錶搭配 在戶外可以非常的時尚 這樣子 謝謝 但你們的手上現在戴的是手錶 除了搭配以國外的造型之外 有沒有可能跟正式的裝飾 那你覺得不會有什麼配合 如果會有什麼配合 我覺得其實一件簡單的襯衫也會很好看 尤其它是有灰面的也有黑面的 那再來是它的鈦兒金材質質感非常的好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穿西裝搭一個袖扣 或是你西裝捲起來也會很好看 那平常會從自己的戶外 之前會登山 之前有去過玉山去過嘉命湖 那像它的自動項鍊 你就可以不用擔心它的動力的問題 因為你到山上到戶外 有時候你會忘記有時候要手上鍊 有些手錶是電池的 那自動項鍊的好處就是你只要再動 它就會幫手錶有儲存的動力 那這支手錶的動力可以儲存到80個小時 所以完全相當的夠用 那你這選表有個什麼條件 那你設定什麼方式 我覺得舒服吧 舒服跟 嗯 材質 材質很重要 那這支錶你想跟誰分享 這支錶想跟誰 想跟大家分享 想跟喜歡戶外的朋友分享 對 那因為你已經十月了 你知道要過生日了 有沒有什麼 今年想送自己的禮物呢 還沒想到耶 對 想送自己的禮物 今年啊 我想一下 嗯 送一支自己還沒有多的手錶嗎 對 那支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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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時候 任天堂跟PS系列都還滿喜歡的 然後我喜歡賽車遊戲 像之前那個跑車浪漫旅 Grantrysmo 那個我就很迷 從GT3、GT4、GT6 到現在的 最近好像又快出新的了吧 賽車遊戲我很喜歡 他要先考駕照才能比賽 然後那個遊戲每次考完駕照 就已經花了很多時間 第一天玩遊戲的時候 你會成為一些人打電動 他可以打一整天打一整 是 我也是屬於那一種的 所以你的最高進入是 就是說你會找一段自己空下來的時間 然後全新的在那個遊戲的世界裡面 我也會想要完整的感受 他想帶給你的是什麼 因為如果你玩一下子 然後去做其他的事 又要再回到那個世界 感覺就會有點分神 其實有些好的遊戲 玩完全部你會覺得很像 看完一部很長的電影 對 我喜歡有一些有劇情的故事 遊戲跟電玩 我曾經坐下來玩 玩了多少小時才休息 這樣幾個小時 小時候有時候會沒日沒夜 就玩到真的累到睡著 然後眼睛醒來就開機 繼續這樣 可是時間不會長 可能就兩天三天 希望自己完整的在那個遊戲的世界裡面 我沒有到收藏 對 可是 送給 其實就如果看到喜歡的話就會 就會買起來 可以說一下會不會來電影集畫 進行電影集畫嗎 目前還在洽談跟規劃當中 對 如果有進一步的消息 再跟大家分享 不好意思 那下一週去金馬錄文 那有什麼感想感受 因為你之前有錄文過 你都特別期待或什麼 我覺得真的要平常心 對 像之前 前幾年 金鐘也是 金馬也是 有一些入圍的經驗 那 入圍的時候身邊的人 會比你還high 然後 你就會跟著他們一起high 可是 其實我覺得 回到自己還是要平常心 我覺得因為在拍攝的過程已經 很用心的把作品拍好 而且非常的全力以赴 那我相信入圍的每一個參賽者都是 也是 也是同樣的心情 對 我覺得不管誰得 對我來說 我就是去參加那個盛會 感受現場的氣氛 那從去組的就是 因為跟導演 然後 執委面他們 感覺都很好 有沒有私下去祝福工作 加油 對 目前還沒 目前還沒 我覺得我們這一組都還蠻平常心的 對 那會想要把手腳切定給他們 然後如果送給你一支 那會送給導演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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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如果有人有得獎的話 我們來考慮一下 就是跟 我們的常商一起配合 我們自己來頒發一個得獎者 這樣子 然後給 比方說導演獎 我們就送導演一支 這樣子好像還不錯 可是講的蠻適合導演 嗯 還有嗎 好 OK 謝謝 謝謝 謝謝